明朝民间故事 木匠上山砍树 遇见狐狸生仔转身要走 狐狸,把你孩子抱走 大家好,这里是风牛爱世界 明朝宣德年间 辉州府修宁县五龙山脚下有一个芸汐村 村子里有一个木匠叫王根生 从他爷爷那辈起 家里人就靠木工手艺养了全家 王根生八岁就跟着父亲王大锤上山砍树 下山抱墓 因为平时给父老乡亲做活时精细讲究 所以找到他干活的雇主 经常从村东头排到了村西头 这一天 王根生坐在家门口抱木头 父亲王大锤在一旁看着 嘴里一直嘀嘀咕咕地说着什么 王根生刨了两根木头 有些不耐烦扔掉手中抱子 朝父亲喊了一句 刘家姑娘我不娶 我就是打一辈子光棍也不娶 原来父子俩谈论的正是 王根生的婚姻大事 王大锤说镇上的刘元外又派人来催青了 可是儿子王根生嫌弃刘元外的女儿刘翠俄长得肥头大耳 身宽体胖 死活不肯同意这门亲事 这件事还要从二十年前说起 当初王大锤去镇上干活 在半岛上遇见一伙强盗拦住了一辆马车 本来王大锤也不想多管闲事 可是他看到马车里的富人身怀六甲 而那些强盗抢了钱才不算 竟对一个怀有身孕的富人下狠手 于是王大锤当即没有多想 从工具箱里掏出一把斧头就冲了上去 这伙强盗见王大锤单身匹马 也敢冲过来送死 都不由得大笑起来 可下一秒确实愣住了 只见王大锤手持斧头 三下五除二就将几个强盗砍倒在地 那强盗头子见碰到硬茬子 甩了一句狠话就逃走了 王大锤担心这伙强盗杀个回马枪 便一路护送着富人的马车回到镇上 事后他得知富人姓王 是镇上流原外的小妾 因怀了身孕被刘元外接到府中安养 刘元外知道是王大锤救下妻子以后 便拉着对方要结为异性兄弟 当得知王大锤的妻子陈氏也怀有身孕 两人一拍即合 便指父为婚定下了娃娃亲 本来这也是一桩天赐良缘 可刘家最终生了一个千金 他们也就没提这件事 王大锤只当是对方开了一句玩笑 可没成想 那刘家小姐长大以后 完全避开了王氏的美貌 却将刘元外那肥头大儿 身宽体胖模样给继承了下来 导致今年二十六了也没嫁出去 刘元外眼看女儿年纪越来越大 思想想后 又把主意打到王大锤的儿子王根生这里 刘元外派夫李赵管家来说亲 王大锤不好拒绝 便过来找儿子王根生商量 此刻王大锤见儿子不答应这门亲事 他怒斥道 婚姻大事 由不得你做主 这门亲事就这么说定了 王根生一想到娶这样的媳妇 以后的日子可怎么过 于是郁闷地拿起锯子和斧头 独自去后山砍树 他知道父亲王大锤的脾气 做什么决定向来说一不二 从来不会考虑他的感受 王根生对自家后面的五龙山非常熟悉 打小就跟着父亲在山里面窜来窜去 后来他一遇到樊心事 就会一个人去深山砍树 只要把心里的怨气发泄了 心情就会好上很多 五龙山脉是极怀玉山脉的北段 隔开了前唐江和长江流域 阴山脉走向酷似五条盘旋的去龙 被当地百姓称之为五龙山 王根生来到五龙山以后 便开始物色能打家具的树木 此时正值冬季刚好是伐木的季节 其实关于伐木也是有讲究的 因为冬季树叶落光了 山上的树木会收金脉 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木质反应 如果等过了冬天再去砍 或许就没那么容易了 王根生在山林里转了一圈 最终选中一根高大笔直的松树 他看了一下地形和树身倾向 很容易就判断出树体的导向 之所以这样谨慎 是因为父亲王大锤曾跟他说过 牧将坐视要巧 郎中行医看了 只见王根生蹲好姿势 找到大树的纹理后 便开始拉起巨栏 他记得父亲曾经说过 使用横锯伐木时 两只手用力要均衡 这样可以防止用力大的一侧跑锯 纠正天口时需要缓慢拉动 能防止锯条被卡住折断 等大树被锯到一半时 王大锤拿出斧头 因为接下来用斧头更省力一些 有句俗话是这样说的 快锯不如顿斧 只要斧头对准木料纹理 用巧劲一批 斧头比锯可快多了 就在他的斧头刚举过头顶 耳边却听到一声痛苦的哀嚎 他忙起身跑过去一看 只见一群狼围住了一只受伤的狐狸 正慢慢逼近 那只狐狸眼睛里满是绝望 这时候 王根生注意到一点 那只狐狸看着逼近的狼群 他低头看了看自己的肚子 眼角竟然滴出两滴泪珠 王根生从小在山里长大 他一眼扫过之后 边断定这只狐狸怀了身孕 王根生看着这一幕有些不忍心 他感叹道 天下哪有母亲不爱自己的孩子 不管怎么样 这些即将要出生的新生命都是无辜的 说完 他左手拿锯 右手持斧 大喝一声冲进狼群 这群狼起初被王根生的一声力喝 吓得散开 可当看清楚只是一个人类而已 他们很快又围扑上来 其中一匹狼身形矫健 前腿一曲 便飞跃而起 张开獠牙向王根生咬去 王根生抓住时机 一腹劈下 只见一道金光闪过 那匹狼脑袋上的耳朵便被斩掉一只 其实这已经是王根生刻意留了一手 毕竟他只想吓唬一下这群狼 并非要和他们不死不休 看到同伴受伤后 当头正中间的那匹身形巨大的狼 可狠狠地盯着王根生看了一眼 随后朝天嚎叫一声 只见身边的狼群慢慢向后退去 很快消失在树林中 王根生心里明白 刚刚那匹发号施令的就是狼王 虽然狼是独居动物 不过当时误愧发时 这群狼就会短暂地群居在一起 而这个时候 实力最为强悍的就会当选狼王 他们团结作战 听从狼王号令 等赶走了饥饿的狼群 王根生向身后的狐狸看去 对方目光感激地看了王根生很久 然后转身跑进了树林中 王根生砍完树回到家里 父亲王大锤和赵管家已经把婚事敲定了 赵管家临走前说道 我家园外已经挑好了良辰节日 还请姑爷这边早做准备 不要出了岔子 王大锤答应了一声 劳烦赵管家跑一趟了 这件事就放心吧 等根生回来 我就让他着手准备 尽管王根生不愿意 这门亲事还是这样说定了 十天后 他迎娶了刘翠娥 两人完成大婚 婚后 王根生对妻子的态度非常冷淡 除了夜里同房 白天他都去干活了 婚后没几天 王大锤就出远门干活去了 随即王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每天夜里圈养的鸡都会丢一只 这天王根生出门干活走到半道上 他突然掉头回到家里 却发现妻子手里捉着一只活鸡 刘翠娥看到丈夫突然回来 他慌忙丢掉手中的母鸡 然后解释道 相公 我请郎中来看过 他说我有喜了 刚刚肚子饿 就想杀一只鸡来吃 王根生听到妻子有喜了 脸上久违地挤出一丝笑容 他随即放下手中工具 冲到院中 又将刚刚那只鸡抓了起来 刘翠娥看着忙碌的丈夫 嘴角露出了耐人寻味的笑容 没过多久 家里的鸡都吃完了 刘翠娥的肚子一天天隆起 本就肥胖的身体又胖了一大圈 王根生看到这一幕有些欲哭无泪 可是为了妻子肚里的孩子 他也只能每天想办法 让对方吃好睡好 这一天因为家里没鸡了 王根生便端了昨天剩下来的鸡汤 给妻子递过去 结果刘翠娥气地摔碎了碗 指着丈夫的鼻子骂道 我嫁给你这么没出息的 我怀了身孕连只鸡都吃不上 我看还是回娘家好了 王根生心里当然巴不得对方能回娘家 以刘家的财富 别说每天一只鸡 就是每天一头猪也够他吃的 可是父亲王大锤出门前曾叮嘱他 你要好好带妻子 若是把他气回娘家 等我回来扒了你的皮 父亲的话 王根生从来不敢违背 刘翠娥见王根生一脸为难 便给他出了一个主意道 相公 五龙山上野兽动物多 你去抓些来给我补补身子 王根生有些无奈 只好拿着工具去山上开始捕猎 到了山上以后 他用墨斗在地上弹出一些奇怪的线条 最后形成了一个图案 然后又用锯子和斧头 在图案周围的树上做了一些手脚 不出半个时辰 从这块地路过的飞禽走兽 都被飞出来的树枝击中 到了晚上 王根生满载而归 刘翠娥看到丈夫提着这些飞禽走兽回家 高兴得和不拢嘴 便让他以后去山上多打一些 王根生有些纳闷了 这几日不管他打回来多少猎物 到了第二天都被妻子吃得连骨头都不剩下 大概过了一个月 王大锤从外面回到家里 他走到家门口 看见儿子一脸丧气地从屋里走出来 正要说话时 眉头却是一皱 王根生看见父亲后 连忙喊了一声 爹 你可算回来了 王大锤看着迎面走过来的儿子 他冷声道 家里怎么会有妖气 最近出什么事了 王根生见父亲这么说 赶紧把家里的情况说了一遍 只见王大锤若有所思 他从工具箱里掏出磨豆 又到了一些清磨 喊了一声 快随我来 王根生不明所以 跟着父亲就冲进了房间 此刻在那房间里 刘翠娥正大口吃着肉 见公公回来便喊了一声 原来是公公回来了 要不要一起吃一点 王大锤看着狼吞虎咽的刘翠娥 怒斥道 好一个妖孽 竟然来人间作乱 刘翠娥见自己被识破 整个人突然一愣 呆在了原地 随即一个灰色狼影 从刘翠娥的身体中逃了出去 王大锤怒喝道 妖孽 哪里逃 随即手中墨线一拉 须指一弹 一道青光闪出 向那狼影击去 空中的狼影 见逃跑的路被封死 编掉转身形 张开大口獠牙 向王根生咬去 这时候 王大锤冷笑一声 从腰间取出斧头 向空中一扔 下一秒 一道痛苦的狼嚎声 在房间响起 那狼影被斧头劈中 瞬间化作了激愤 王大锤见这般情况 有头对儿子喝道 傻小子 还愣着干嘛 快去看看人有没有事 王根生这时才想起妻子刘翠娥 赶忙跑过去一看 对方已经昏迷 王大锤见状走过去看了一眼 用手指在墨仓里一点 踏了几滴清墨汁 在刘翠娥的眉心处 轻患道 刘翠娥 回来吧 不到半炷箱的功夫 刘翠娥慢慢清醒过来 她见丈夫王根生抱着自己 便扑在对方怀里哭道 都怪你 我和儿子差点就见不到你了 原来刘翠娥嫁到王家以后 处处受到丈夫的冷眼 那一天她身体不适 便去镇上找郎中把了脉 郎中说她有喜了 她高兴的想把这件事跟丈夫分享 可是丈夫为了躲着她 每天都在五龙山砍树 于是她就一个人上了五龙山 却在林中遇到一匹凶残的狼 而那匹狼正是前些天 在王根生手下吃了亏的狼王 他早已在五龙山修炼成精 心里对王根生怀恨在心 变化作狼魂附身在刘翠娥体内 狼王本想趁王根生没有防备的时候 欲行加害 可看到家中的母鸡后 一时嘴馋便想多留对方几日 后来狼王发现王根生本是不俗 竟然能想出那种办法捕猎 这样一来 他就可以每日做等食物送到自己嘴里 不过狼王还是失算了 原来王家的祖传手艺师从卤班 不仅目攻技艺精湛 而且还懂得周易这门绝活 王根生捕猎所用的方法便用了周易之术 不过他到横上前 看不出妻子被狼王附身 可是王大锤却不同了 那天他回到家便闻到家中妖气弥漫 从王根生口中得知 最近发生的一些怪事后 便断定儿媳刘翠娥一定被妖妹附身 等他进了房间一看果不其然 那狼王刚刚修炼成精 当初连王根生对付他都绰绰有余 如今碰到道横高声的王大锤 他又怎么会有逃命的机会呢 虽然解决了狼王 可王家又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刘翠娥明明已经怀胎十月 可是到了时间 却迟迟没有临盆 王家父子为此每天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这一日 王根生去山上砍树 刚走到一片树林中 就听见林中里传来嗷嗷嗷的叫声 他走过去一看 原来是当初他救下的那只狐狸 正在生在 见到这一幕 他闭上眼睛 转身就要走开 这时 狐狸突然口吐人言道 把你的孩子抱走 说完 狐狸一声哼叫 只见一个全身透明的婴孩 背团七色光彩包裹着 飘到王根生面前 王根生看到这一幕 吓得瘫软在地 可是那孩子却看着他咯咯直笑 就在王根生疑惑不解时 狐狸说道 当初是你救了我们母子 我今日是来报恩的 原来前些日子 王根生助纣为虐 帮助狼王杀了五龙山上无数生灵 于是那些生灵冤魂 便一起来报复王家 不过他们知道王家父子不好惹 便将主意打到刘翠娥 即将要生下的孩子身上 这些生灵冤魂将王家团团围住 只要有投胎到王家的灵魂 他们就拦截下来吞掉 这件事情王家父子都蒙在鼓里 不过却为当初 王根生救下的那只狐狸知道了 狐狸不忍心恩人一家无儿无女 便不顾自己的生命安危 就下一个前来投胎的灵魂 藏在自己的肚中 因为狐狸本就有身孕 所以并没有引起山中生灵的怀疑 王根生得知这一切真相后 他赶紧谢过狐狸 便抱着那七彩光芒包裹的婴儿下了山 等到家以后 他手中那团光彩便自动飞入刘翠娥的体内 这时候只听见妻子喊了一声 相公 我好像要生了 王家父子听到这句话 赶忙请来村中的吻婆 等吻婆来了以后 在房间里忙活了半天 随着一声孩子啼哭 吻婆抱着孩子走到门外喊道 恭喜 恭喜 是个大胖小子 自这件事发生以后 王根生再也不嫌弃 妻子又胖又丑了 他们一家人在一起互相理解帮扶 最终过上了和美幸福的生活 后继夫妻恩爱 讨饭打蛇也成对 夫妻不和 做官做福也散伙 的意思是 夫妻之间只要恩爱 无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不离不弃 如果夫妻之间关系不和 哪怕日子过得再好最后也会分离 在这个故事里 王根生因为嫌弃刘翠鹅长得又胖又丑 等对方嫁过来以后 可以冷淡逃避两个人之间的关系 正是因为两个人之间关系存在间隙 于是让狼王有了可乘之机 王根生犯了很多错误 不过却也因为他的本心善良 当初就像了狐狸 才让自己有机会弥补这一切 最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每个人都或许犯过错误 有时候因为自己的无心之举 伤害了别人 这时候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弥补 而不能一错再错下去 夫妻之间相处的关系更是如此 既然有缘走到一起 那么便应该互相包容 彼此珍重 最后 希望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 记住这样一句话 夫妻和全家乐 夫妻吵老少跑 精彩故事接着看 南宋纯熙年间 在江南路顺昌府汝阴县 往西二十里外有一个众义乡 乡中有一个叫李纯刚的老木匠 他的手艺精湛 做出来的活非常精细 镇上很多富商都喜欢请他干活 不过 李纯刚却有一个怪脾气 给富人干活时 每餐要大鱼大肉 给穷人干活 只要有粗茶淡饭就心满意足了 这一天李纯刚正在家门口 教徒弟徐凤年抱木头 他见徒弟有些心不在焉 便训斥一句 师父领进门 学艺载个人 你已经跟我后面学了两年有余 这样的手艺何时才能出师 因为在木一界流行这样一句话 三年学徒 五年伴足 七年才能成师父 徐凤年跟着李纯刚后面 做了两年多的学徒 不过他平日里喜欢偷懒 对师父李纯刚传授的木工记忆 总是左耳朵近 右耳朵出 因此两年下来 连抱木的基本功都还没掌握 虽然有句老话说教会徒弟 各死师父 可李纯刚对自己这个徒弟 却是恨铁不成钢 因为徐凤年的父亲徐霄 和他曾是多年至交好友 对方在临终前将徐凤年托付给他 为的就是徐凤年能学得一门手艺 将来也好成家立业 在那时候 徐木匠手艺一般是三年零一节出师 所谓三年零一节就是满三年之后 再逢到一个年节日 这手艺就算学成了 眼看这日子就要到了 徐凤年的手艺还是半调子水平 李纯刚是看在眼里 急在心里 师徒俩正说着话 从远处走来一人 站在栅栏外面喊道 李师傅 我家老爷要建新房 请大师傅您过去一趟 李纯刚见来人是县里的留员外 福利管家孙六 他刚要答应 旁边的徐凤年拉住他小声说道 师傅 到年关了 您在家歇着 这趟活就让我去吧 李纯刚心想 自己这徒弟师傅撞南墙不回头 这次让他吃个教训也好 便点头答应了 孙六见没请到大师傅 脸上有些失望 可是留员外等着木匠建房子 眼前这年轻人既是李师傅的徒弟 想必手艺也差不到呢 便也就同意了 徐凤年见着是轻而易举的城了 他顿时有些喜出望外 收拾一些木匠的工具 就跟着孙管家往县里赶去 在半道上 孙六好心叮嘱道 我家夫人脾气不好 你遇见他少说话 他说什么你硬着就行 千万别顶嘴 徐凤年满口答应 他说主人家只要给钱 怎么说都行 毕竟他这是第一次单独出来干活 处处还是小心一些为好 他跟着师傅李淳刚走南闯北 也有两年光阴了 自然知道得罪东家 那不是砸自己的饭碗吗 这县里的刘元外 家中兄弟三人 前段时间刘福老爷子去世 兄弟三人就商量着分家 老大刘仁杰心里念着家里老宅子住着舒坦 他便跟两个兄弟说道 老二 老三 家里的老宅子我要了 你们另起新居 当然 你们在老宅子占的那份钱 我来不及你们 老大这番话说得诚恳 两个兄弟也不想在这老宅子住下去 便欣然同意了 老二刘福林拿着钱准备去园游四海 老三刘小智请了风水师 在城西选了一块地 准备建一个辉红气派的大宅子 这一次 刘元外法县里有名的工匠都请了过来 他每天早出晚归在工地监工 忙得四脚朝天 一会儿功夫都没些 那时候工匠干活 东家不仅要付工钱 还得贴一日两顿饭 饭菜里要有婚 否则手艺人干活不出力 亏的还是自己 可刘元外的妻子赵夫人 是一个非常小气的人 她见丈夫给的工钱高 心想丈夫每日在工地监工 这帮手艺人肯定不敢偷懒 于是她为了扣下一点银子 每天招待工匠们的菜肴里 不仅荤菜少 而且量也少得可怜 那些手艺人干了半天活 本就鸡肠鹿鹿 可是吃两口菜就没了 最后只能生夜米饭 有一天 徐凤年拿着一个有石头硬的窝窝头 往嘴里坐 一不小心磕掉一颗牙 她气得当场就摔了晚 让大家以后不要来了 赵夫人见状 指着徐凤年的鼻子骂道 你这个学艺不经的毛头小子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整天偷懒 你要不干就给我滚 徐凤年听了这话 冷笑一声说 这货我不干也行 你把这几天的工钱结给我 毕竟他在这里已经干了五天 总不能白干一场 说出去让人笑话 赵夫人见徐凤年向他要工钱 便讥笑道 你这半吊子手艺还想要工钱 我不找你赔材料 已经是看在李师傅的面子上 说完 招呼孙六带着一帮家丁 把徐凤年往外干 徐凤年见东家想赖账 便大声嚷嚷道 各位工友们 你们也看见了 他伙食不给我们吃也就算了 干了活还不给工钱 今天赖了我的账 明天肯定扣你们工钱 这些工匠们一听徐凤年这话 觉得有些道理 便都罢手不干了 眼看这年关将近 留园外想住上新房子 于是将妻子训斥了一顿 对着工匠们陪着笑脸 又将徐凤年重新请了回来 赵夫人是一个小肚鸡肠的女人 她被丈夫责怪了一顿后 心里记恨着徐凤年 在干活的时候处处刁难 给工匠吃的伙食 总是一天比一天少 有时候菜里不仅没有一滴油 甚至还故意在菜里不放盐 这样一来 工匠们吃的自然也就少了 不过穷苦人为了养家胡为 只能隐忍不发 想赵夫人这样小气的人 不管怎么说都是没用的 说了只会报复更深 二十天后 刘园外的房子建好了 在给工匠们结工钱的时候 赵夫人挑了一堆毛病 每个工匠都扣了一点工钱 尤其徐凤年扣的最多 赵夫人本以为徐凤年会带头闹事 可是对方领了工钱后 却是一言不发 转身就离开了刘府 只是赵夫人没注意到的是 徐凤年转身离去的时候 嘴角露出一抹耐人寻味的笑容 原日那天 刘园外带着一家老小乔迁新宅 烟花爆竹放得好不热闹 等忙到半夜 刘园外感到疲乏困倦 便回到房间去睡觉了 可能是最近太累了 刘园外刚躺床上一眨眼的工夫 房间里就酣生四起 半夜三更十分 刘园外睡得正晨 却梦见有一只乌鸦在自家新宅的屋顶上盘旋了几圈便落在了上面 然后不停地用嘴敲着屋顶 有一句在民间流传盛广的话 叫乌鸦头上过 无灾必有祸 刘园外起初以为只是自己做了一个梦 可是接下来的几天夜里 他每晚都会做着相同的梦 他开始意识到有些不对劲了 没过几天 赵夫人突然说自己一到夜里就头疼 而且是那种一阵阵的敲击 像是有人拿着锤子砸他的脑袋 让他头痛欲裂 刘园外听到这些话 他一排桌子懊恼地说道 一定是你扣了那些工匠们的钱 他们在咱家新宅上做了手脚 早就跟你说过 九老十八将 木匠最不能得罪的 在古时候 有三种工匠地位不高 却是没人愿意得罪 这三种分别是接生婆 挖坟将和木匠 其中木匠既给活人制作家具 又给死人制作棺材 也就是红白喜事两拿 在民间被称为白火长县 被人尊为十八将人之首 据传 木匠的祖师爷鲁班留下了一本 《鲁班经》里面写了诸多风水秘书 而古代大多是木质毛笋 堵散结构的房子 若是木匠在建房子的时候 动动手脚 这样一来后果就难以预料 刘元外想到这些 后备一阵发凉 对妻子一顿指责 把他千不该万不该扣那些工匠们的辛苦钱 他为了解决这件事 第二天便将那些工匠们都请到家里 这一次他让妻子好酒好菜准备了一大桌 等工匠们来了以后 刘元外二话不说 拿了一大袋银子往桌上一放 客气坐一道 各位师父前些日子见内不懂礼数 背着我扣了大家的工钱 这件事已经被我知晓 今天特被薄九仪表歉意 至于各位被扣的工钱 我双倍奉还 这些工匠们见刘元外道歉诚恳 眼下这些工钱又要了回来 便都原谅了对方 这时候刘元外拉着妻子突然跪下 随即声泪去下说道 各位师父 求求你们饶了我们一家老小吧 我们知道错了 这些工匠们听了刘元外这些话面面相去 他们都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等问清楚才恍然大悟 于是一个个都站起来 保证这些事情和自己无关 这时候一个年纪大的木匠说了一句 刘老爷 今天这顿酒你是不是少请了一个人 刘元外看向妻子 只见妻子点了点头 小声说道 一个矛头小子哪有这么大的本事 刘元外一回想 知道妻子说的是谁了 定是当日跟他顶嘴的木匠徐凤年 他大骂妻子一声糊涂 没想到到了这个时候 妻子还在记恨当年那件事情 原来今天请这顿酒的时候 赵夫人特意叮嘱孙六 不要把徐凤年给请来 老木匠看着刘元外说道 那小木匠我认识 他手艺学得虽然不精 可他的师父却是李纯刚 赵夫人连忙问道 李纯刚是谁 赵夫人这话说出来 下面工匠们都议论开了 话里话外都在笑话他头发长 见识短 刘元外也是为妻子的浅薄无知 感到一阵害臊 便直接把妻子给骂走了 原来李纯刚的大名在汝音县早就如雷贯尔 在这座城里住了二十年以上的人们 对这三个字再熟悉不过了 二十年前 汝音县城来了一个年轻的木匠 叫李纯刚 他被大将军徐骁召到府中做事 两个人因去为乡头结为异性兄弟 没多久 大将军徐骁被奸臣诬陷造反 朝廷派大军包围了徐府 李纯刚得知消息后 手持铁府 怀揣磨斗冲进大军之中 本来李纯刚是可以救下徐骁的 可是对方却傲然说道 我徐骁一生光明磊落 可以战死 但不能败逃 徐骁最终被朝廷大军 万剑穿心射死 他在临终前看了一眼李纯刚怀里的孩子 对着自己的结义兄弟说道 这孩子拜托你了 以后教他一门木工手艺 让他饿不死就行 千万不要为我报仇 李纯刚听了这些话 含泪答应了 随即一手抱着孩子 一手拿着铁府 在大军的重重包围下冲了出去 皇帝得知这件事以后 粘在徐骁当年的功劳上 下令不再斩尽杀绝 其实大家心里都明白 大将军徐骁虽是被奸臣所害 可是真正让他遭受杀身之祸的原因却是功高震主 让皇帝有了猜忌 不管怎么说 二十年前这一战 让李纯刚的名字被无数人记住了 刘元外得知徐凤年是李纯刚的徒弟以后 心里就已经知道 这件事只能他亲自去请老木匠李纯刚才能解决了 当天 刘元外就带了几坛好酒来到众艺乡 他远远的便看见村口的一间屋前 李纯刚正在教徒弟徐凤年砍销木头 他不敢打扰 便在一旁静静等着 在木匠工艺中 砍销是一项基本功 有句老话是这样说的 一是斧头三年豹 木匠学徒要掌握豹子不容易 可用符比用豹子更难 徐凤年刚举起斧头 李纯刚便在一旁说道 砍销木料时落府要准确 必须注视落府位置 顺木纹方向砍销 首要掌握好落府方向 和力度用的大象 徐凤年应了一声 可斧头落下时还是偏了 李纯刚看了一眼 进去说道 斧子落下时 以墨线为准 不要砍墨线以内 注意流出刨光厚度 用力不能过猛 要轻砍细销 用力过猛 容易使木料顺纹李撕裂 徐凤年照着师傅教的 又重新砍了一副头 可是这次地面上的木头 却弹起来砸了他的脑袋 疼得他哇哇直叫 李纯刚苦笑一声 其实这种状况 他已经意料到了 于是说道 记住 在地面砍坯时 木料底要垫上木块 这是为了避免损伤辅刃 另外原木料平砍时 要将其放在木马架上 将它固定住 否则重击之下 一头青一头重 打低就是你的脑袋 徐凤年白了师傅一眼 揉了揉脑袋上了一个大包 做了一个鬼脸道 师傅 别再让人家等了 原来两人早就看到 躲在院子外面大树下的刘元外了 李纯刚走过去轻轻一笑道 在前面带路吧 我随你去一趟 等到了刘府的新宅子 李纯刚绕着屋子转了一圈 然后指着一口枯锦说道 枯锦里面有东西 赶快把它捞出来 再晚就大货临头了 刘元外听了大惊失色 赶紧让府里家丁 拿来绳子和水桶在枯锦中打捞 没多一会 就打捞上来一只落水淹死的乌鸦 和一个盛水的罐子 刘元外看着那只乌鸦 和自己梦中那只一模一样 吓得倒退了两步 他连忙向李纯刚询问道 李师傅 夫人之前多有得罪您的徒弟 还望您大人大量 不与一个父导人家计较 李纯刚闻言 呵斥道 你休要胡言 我那徒儿虽然顽劣 不过这件事却和他没有关系 这是你老婆闯的祸 刘元外向妻子看去 只见对方埋着头低声说道 我见有一只乌鸦 经常飞到院子里喝水 我便买来毒药 放在罐子里将它毒死 随手扔进了那口废弃的枯井中 没想到会是这样 刘元外闻言 气得失声痛哭道 你这个败家娘们 迟早会害了全家呀 哭过以后 他一脸汗颜的看向 站在李纯刚身边的徐凤年 原来自始至终 这些罪都是他们自找的 而他却一直以小人之心 度君子之父 徐凤年笑了笑没说什么 他记得师父曾经教导过他一句话 手艺不经会被人嫌弃 但是人若没品 就会寸步难行 等徐凤年回过神来 他发现师父李纯刚已经走远了 于是喊道 师父 你等等我 后继 天下本无事 庸人自找之 的意思是 本来这世上没有什么 让自己烦恼的事情 很多时候都是自己瞎着急 惹出事端 才为自己带来麻烦和困扰 在这个故事里 刘元外的妻子赵夫人是一个非常刻薄的人 他对干活的工人吝啬 而且心胸狭隘 喜欢记仇 所以在自家建房子这件事上一波三折 惹出了事端 刘元外得知这件事后 有欠考虑 在没有任何证据的情况下 便认定是徐凤年做的手脚 这种想法实在有些自私 而徐凤年 虽然学义不经 可是并没有在这件事上 与他们计较 因为他始终记得 师父李纯刚的教会 人可以没本事 但是不能没品行 在现实生活中 我们身边也不乏有这样的人 如果你对别人过于吝啬 慢慢的 你就会失去身边的朋友 到最后才发现 自私的行为不仅伤害了别人 也伤害了自己 最后 希望这个故事可以让我们记住这样一句话 做一个简单的人 他是而务实 不要沉溺幻想 也不要庸人自扰 好了 本集节目就和大家分享到这了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次再会